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集是说我决定如何医治我的前列线 在了解所有主流的医治方法之后 我觉得做手术是我想做的方法 我觉得一个前列线 手术机会只有一次 我觉得我需要找一个最好、最安全、最适合自己的手术方法 在网上我看到有介绍的机械臂 微仓 用一个叫做 WESTLESS的手术方法 这个手术 据说 失禁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可能会在1至3个月 就会复原 我觉得手术方法是非常之好 于是就要见我专科备尿医生 我想了解多些关于传统手术方法 和WESTLESS的手术有什么 优点和缺点 当我去到见到医生之后 我跟医生说 我是想用手术方法 我问他 他会不会用WESTLESS的方法 帮我做手术 他立刻觉得很获言 他说 你都很厉害 你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 他做医生那么久 没有人问过他 关于这个手术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两个手术的分别是怎样 他跟我说 他是用传统的方法 来做手术 他的比喻就是 他好像对着车前面 收你辆车 如果用WESTLESS的方法 他就好像捐到车底里 来收你辆车 他还说 这个方法 在韩国有个医生 做得很好的 都世界出名 香港 在威尔斯医院 都有医生做这个方法 我叫他给封 转介信 我想去见一见 在威尔斯医生 拿到封信之后 我就立刻去 去威尔斯医院 约见医生 在等威尔斯医院 看见我的时间 我在网上找一下 关于韩国医生的资料 原来 韩国医生 在八九年前 在意大利 就学了这个方法 跟住 在七年前 他就开始在韩国大学的医院 任教 和帮病人 用这个方法做手术 他也在大学 教很多世界各地医生 而威尔斯医院的医生 都为他教出来 在网上我找到韩国医生的电邮 我就跟他联络 很快就联络上他 我将我检测细胞病理报告 MRI的视频 就传给他 他很快就了解到我的情况 他跟我说 最快可以安排在一月尾 帮我做手术 我问他手术费有多少钱 他就通知国际部报告给我 第二天我收到报告 入住6人的病房 連同三餐 手术之前的一系列的检查 手术费大约是15万港元 因爲我想等威尔斯医院的医生 了解一下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要考虑一下 在一月中 我终于见到伊尼莎白的医生 我问他医生 伊尼莎白有没有用 WESTLESS手术方法做手术? 他就说没有 他们是用传统的手术方法 我都告诉他 其实我都经医生介绍 想见到威尔斯医生 看看他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和我做 伊尼莎白医院医生 他说你可以过去了解一下 他就给了一个预约期 伊尼莎白医院的预约期 到了二月尾 他说你见完之后 如果有什么决定 到时再见的时候 大家再研究一下 在二月初 中医 我收到威尔斯医院的医生 我去到医院 看到一个年轻的医生 我就问他 听说威尔斯医院 有做WESTLESS手术方法 他说是 他们在医院有一个医生 是做这个手术的 这个医生 现在已经是一个顾问医生 他说 需要排期长很多 我问他究竟 威尔斯医院 用这个方法做过多少个病例 他告诉我 大概是70个左右 他还说 在韩国有一个医生 做得很好 好像他已经做了几千个病例 他也去过韩国 看过医生做这个手术 他说他做得很好 不过他跟我说 他说 根据你的情况 你的PSA 现在是8.2 Gissens score 是3加3 肢瘤 肢瘤在前列线 右边上方 而Size 体积也不大 属于初期癌症 他说 其实你可以用高频射线的治疗 这样 高频射线可以释放出来 把癌细胞殺死 这个手术大概需要4万至5万 因为这个疑气 他们没有 另外一个方法 也是用微波 把肿瘤殺死 他说 他会放入一个道馆 靠近肿瘤的地方 然后釋出热力 把癌细胞殺死 这个手术是免费的 因为这两种放射治疗的方法 是医院的实验计划 医院会很密切监察 参加研究病人 医生说 这个方法 其实也不是很新的 已经用了很多年 在外国 已经用了很久 不过 香港现在想引入这个方法 所以 现在就开始 想找病人 参加研究计划 你会適合做这个方法 最后 我都没有参加到这个方法 回到家 我想想 前列腺癌痕 根治 所以 我都觉得 做手术 最適合我 目前 有三个方案 放在这里 第一个 去伊利沙伯 用传统方法 切除前列腺 第二个方法 我就是找私家 专专科医生 用传统方法 做手术 第三个方法 就是去韩国 找医生 用Mathless 这个方法 去做手术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选 首先 我觉得 无论 在哪个医院 做手术 每一个医生 都会很尽力 幫我做 想做到最好的 但事实上 这三个方案的医生 都有不同的经验 我觉得 我的选择 应该是 在香港的 专科医生 或者是韩国 用 Westless 这个方法做的医生 我也都觉得 韩国 医生 用Westless 手术方法 因为失禁的时间 比较短 这个 也是我想要的方法 于是 我就决定 去韩国 做手术 他也是用 機械臂 微創手术 于是 我就立刻 聯絡 韩国 医生 我跟他说 我会过来韩国 接受手术 医院说 因为现在 新冠肺炎疫情 开始 所以医院 要求我去到韩国 要自我隔离14天 才可以去医院做手术 好 好了 这样 我就立刻 订机票 我会在 19日 2月19日 起程去韩国 在下一集 我会说 关于 我去韩国 做手术 整个过程 裏面 給了我很多驚喜 希望大家 繼續收看 下一集 下一集 我会说 韩国之旅 希望大家 留意 收睇 我在此 歡迎大家加入 Karma 頻道 成為Patreon 會員 如果你未訂閱 請你訂閱 和按下小鈴鐺 你就會收到 我的新片通知 請給我點讚 歡迎你們留言 你們每一個留言 我都仔細睇看 如果你喜歡Karma 頻道 請你分享這集 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